的确面对未来必须要有独到的眼光 今天是2011年最后一天 迎接新的一年新希望 不过面对欧债危机 现在全球这么混乱的金融体系 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台湾呢 这个危机之下 新世代年轻人到底该如何自处 好文倩世界周报主持人陈文倩呢 以他专业的经济剖析 希望给予下一代一个答案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世人从迷梦中惊醒 如今要迈入2012年 金融危机带给人们不确定感 该如何面对 一向对这方面议题有深入渐渐的 文倩世界周报主持人陈文倩 有独特的看法 他的海啸可以 比如说这次希腊 马上跨过到意大利 然后整个欧洲卷起 然后呢连德国的公债 连德国的公债 有一次都有一半卖不出去 然后接着呢 他就马上冲击台湾 所以订单瞬间都没了 新竹科寻水的人都吓一大跳 然后股市开始大跌 语气当中听得出来相当无奈 但又不得不面对 陈文倩不只想在电视上说 现在更出书 里头抽丝剥茧 要对现在看似繁荣的欧入经济 体质大胆欲言 是一场虚幻的假象 这本书他所说的事情 他可以压垮你的一生 就是这么几页 249页 可是他可以压垮很多人的一生 他道尽了很多人一生 可能再也沾不起来的故事 告别2011迎接2012 这个世代的人民该如何把现在的金融体系救起 在陈文倩这本新书里 或许可以找到解答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